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色夢式體檢的第10集啦 那其實色夢式體檢我一直來都有一個問題是 標題我不知道要取什麼號啦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我就會拿體檢中呢 我講的其中一個點 然後作為標題這樣子寫上來 那如果說真的想不到的時候呢 可能就隨便寫一些東西吧 那你如果有什麼這個系列標題可以怎麼取 可以怎麼取名的點子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話我也可能會參考看看這樣子 好那總之今天這個是第10集啦 第10集的話其實 這個體檢的第2彈我優先做了問題的部分問比較多的朋友啦 因為 問題問比較多的 比較好發揮啦 比較多東西 好講就回答問題的部分嘛 所以優先做的這兩個帳號都是問題的欄位填的比較多啦 問了比較多問題這樣子的 帳號 好 那今天要看的這一個帳號呢 是真不真不王國的帳號 是127等的 但是呢 這個帳號算比較特別一點啦 因為他是7月多才入坑的 只是課金量還蠻高的 課金量幾乎到跟我現在的本帳 差不多就是一個月 1萬2萬左右的程度啦 所以說課金量算非常高 然後基本上算是 很認真在玩遊戲的 玩家啦 那帳號的目標呢 是希望聯盟戰跟PVP都以高排名為主 可是目前我看他的BOX 還是以聯盟戰為主 去做 煉角的 那PVP為主的角色其實煉的不算多 那等一下也會稍微點名幾個角色 這樣子 好 那總之呢 聯盟戰的角色我相信大家都 不陌生啦 也可以看每個月的這個聯盟戰的角色 推薦 所以我這邊先點一些就是在他的BOX中 PVP我覺得是比較會用到的角色 那像這個羊駝 羊駝上專武之後 確實是在PVP進攻陣非常好用的角色 防禦可能還好 但是我覺得進攻陣來說 羊駝真的是一個 非常優秀的角色 那再來是紡希嘛 紡希在防禦陣的強度相信不需要我 多提 但是 紡希目前來說的話可能會需要練到五星 然後並且Rank要升上來 就是讓坦度提升的部分啦 好 那再來就是一個比較冷門的這個 茉莉這個角色 那茉莉這個角色他偶爾在進攻的時候會用到 那我等一下也會提一下這些角色的優先順序 反正我就先把PVP 可能會用到的這幾隻角色點出來啦 就是 比較長久來說會用到的啦 然後還有飯糰 飯糰的部分其實 目前的飯糰的話 還好 那六星之後呢 可能又會再稍微好一點 主要是坦克的部分 因為飯糰他屬於純坦克 那飯糰的存在主要讓說 你如果放解鎮類型的陣容 例如說 你有美笑啊 你有萬聖人之類去解鎮的時候 飯糰你有可能會打不死 那這個是飯糰存在最大的意義 因為防禦隊來說的話 Time Up也是算防禦隊贏 Time Up也算防禦成功 所以飯糰五星六星之後呢 他的這個生存能力算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可能六星之後 這防禦隊偶爾會有這個出場的空間 好 那再來這個中衛的部分 就是這個 部位嘛 那部位這隻角色 我在這個 PVP學堂有提過了 所以這邊就不多提 那再來後衛的部分的話 現在的meta就是 美笑嘛 那美笑 比較屬於現在的meta 那之後的話 出場率雖然 有可能沒有這麼高 但是還是一個 很實用的角色 那B的話 這個在 PVP的學堂有 講過B這個角色 所以這邊也不多提 那再來就是 凱流 凱流的六星 之後呢 在PVP可以稍微有一些 用途 稍微達到一些 用途 這個樣子 只是 他會強一個版本啦 那之後 不確定 因為他在日版也並沒有出 非常的 久 沒有出非常的久 那再來是老師喔 那老師這個角色呢 就是說 在防禦隊的時候 可以看到蠻多人會 使用這一隻 角色 至少在我自己的區間 還蠻多人使用這個角色的 好那我大概點名這幾隻角色 是PVP的角色啊 就是 這幾隻角色 是我覺得 PVP可能未來 一個月兩個月 還是有機會可以 拿上場使用啊 那像 說凱流的話 可能就是六星之後呢 他也許會搶一個版本 這樣子啊 台灣的 台服的環境 不一定啦 不過這幾隻角色 是 目前 然後還有未來日版 有可能是 還蠻實用的角色 所以PVP來說 這幾隻角色可以 稍微去 稍微去提升一下 練度 這個樣子 聯盟戰的部分就不提了 因為聯盟戰就是看那個嘛 好 那再來回答這個問題的部分喔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公主競技場換碎片的問題喔 那 這個帳號主人目前是在換 布丁跟狗拳 換布丁跟狗拳 那布丁跟狗拳生滿之後呢 可以考慮換什麼 那 這邊有兩個點可以考慮啊 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為了PVP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是換 紡希 我覺得PVP來說就是換 紡希 因為紡希畢竟上到五星然後要上專武嘛 紡希在這個月會有專武可以升 那再來為了聯盟戰的話 就是把中二升到五星 因為我認為中二這隻角色 還是要有五星會比較好啦 那雖然他的四星中二專武是已經有升滿的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說 把他升到五星比較好 就不要用女神石去吃 因為未來泳裝 的 持出了之後你會花很多的女神石要去吃泳裝的角色 所以呢 中二這個部分呢就用換的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是就是攻擊一場的部分 那PVP升角的順序的話呢 我稍微提一下 那像紡希 紡希 楊駝 部位這三隻角色是我個人認為比較不會退環境的 比較不會退環境的 所以這三隻角色應該未來都還是會有他出場的空間 然後還有使用的陣容這樣子 然後畢竟這三隻角色就是 在搭配上啦 在搭配上然後還有效用上 算是比較沒有辦法取代 然後比較好搭配的角色 所以 紡希 楊駝 部位這三隻我覺得認為 比較不會退環境 那再來現在啊現在這個版本比較強的還有美效壁 然後防禦隊的話這個依序也還不錯 那茉莉也是一個還可以做的選擇啦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那一些那最後會再做一些有文字的總結 好那再來下一個問題是這個女神石的使用嘛 那女神石使用當然優先是給沒有辦法農的角色吃是最好的 呃主要是現在的這一個時間點喔 下個月下下個月會出泳裝的池 那你抽到這些泳裝角色除了泳裝咲戀以外基本上都要升到可能四星五星 才有辦法實際的上場那泳裝咲戀是不需要升的 那不用升的原因跟情節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特別再多提 那這個部分呢會消耗大量的女神石啦 畢竟是三星升到五星 那也要耗一千多女神石 這樣子那當然是優先給這個泳裝的角色吃 那這也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中二的部分喔中二的部分 好那再來還有這個未來抽角的疑慮啦 那他有列出一些角色說他預計會抽這些角色但是 呃他預計 抽這些角色基本上就是全部了啦 真不愧是有課金的玩家 那我稍微提一下兩隻角色你沒有提到的 第一個是這個血焰壁 血焰壁是他有可能在PVP派得上用場有可能 那還是要看環境可是血焰壁是常駐角所以優先度可能就沒這麼高 那再來是聯盟戰的話泳裝貓賊是有可能會上場的 泳裝貓賊在上專武之後呢 呃他會有一定程度的奇效 第一個是說他會降 BOSS的攻擊 然後再來他會吸BOSS的TP 第二個呢就是 他本身在上專武之後的輸出量 可以達到接近百萬級的輸出量 所以呢就會變成說他可以達到這個奇效的情況下他的輸出又不錯 所以他會有一定的出場空間 所以泳裝貓賊這隻角色為了聯盟戰還是可以去取得的啦 那泳範的話算是PVP使用而且專武的效果也很好 可是遇到專武美效的話 他的發揮空間就不大 因為泳範吃創兵會降低自己的魔法防禦力 那被美效點下去基本上就是直接死 所以可以發揮的空間是不大的 所以泳範這隻角色我就覺得還好他被 那個普通版的美效給限制住了 好那再來下一題是地下城的陣容喔 那我不太確定你這一題問的是什麼 他就很簡單的問說 地下城的陣容有沒有推薦這樣子 不過我就給你看一下右邊的這個陣容 是我自己在打EX2地下城所存的隊伍 那第一個隊伍呢是推前面的小關用的啦 推小關當然是隨便嘛推小關就都可以 那下面的這一個六個隊伍 下面有六個隊伍呢是打Boss使用的 就每一隊都是AUTO 每一隊都是AUTO 包含中二那一隊也是進去直接AUTO 然後現在的練度來說的話 一般來說是到安的那一隊 就可以把Boss收掉了 就最後一隊第六隊不用上場啦 就五隊就可以收掉了 這是AUTO的打法 這是我自己的打法啊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角色沒練好 然後或者是說有一些這個角色你沒有 你沒有抽到 之類的 那就再去做替換 或者是說先使用魔隊的陣容 把Boss的血量稍微磨一些之後呢 再去用這些陣容去推這個樣子啦 就是搭配著使用 反正右邊是我自己使用的陣容 我就提供給大家 好那再來是代抽的企劃疑問喔 他有問說這個 他想要參加代抽 那目前代抽的企劃什麼時候會重啟喔 那我要說其實代抽的企劃沒有 中止 代抽的企劃沒有中止 那主要的原因是說我代抽的企劃是7月的時候才開的 我7月才開代抽的企劃 那8月的時候呢我進去當兵 8月的時候我進去當兵 所以8月沒有代抽 那9月的部分呢 9月的角色 基本上沒有那種很強的強勢一定要抽的角色 所以我就沒有開代抽 那我這邊開代抽是說 像Muimi啊 像這個泳裝咲戀啊 或是泳裝月月啊 這一種就是 無庸置疑很強 一定要拿到 的角色我才會開 代抽的企劃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像江戶池啊 或像R10的池 這種我就不會開代抽 那一方面是我怕 其實有可能是我擔心太多啦 但是我會擔心說 大家會因為有開代抽的關係 所以來抽這些 角色 那我覺得說 以戰力來說的話 我要去抽那些戰力比較強的角色 會比較好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我自己的工作量 也可以比較 降低 這個樣子 畢竟 維持目前影片的更新 對我來說工作量是 蠻大的 是蠻大的 好 這是代抽企劃的 疑問的部分 那簡單稍微回答了一下 這些問題 那最後他有問這個 PVP的部分 那你PVP提出 他提出了兩個陣容 問我那兩個陣容 大概怎麼解 那兩個陣容 其實我在最近的PVP學堂 都有稍微提到了 那所有PVP學堂的系列 所有PVP學堂的系列 資訊欄的第一行 都會有一個網址 點進去可以看到 陣容的 參考 就是你輸入防禦隊 然後他可以跟你說 大概有哪一些的進攻陣容 可以解 基本上 會有一個那樣子的 網站放在下面 會有那樣網站放在下面 那那兩個陣容最近很常出現的 我在PVP學堂的 最近幾集也有 提到也有稍微解釋一下 所以 可以去看一下 學堂的部分 好 那最後呢 做 總結喔 那總結來說的話 那練腳的部分就是 楊陀 紡希 茉莉嘛 然後飯團 然後部位 美校 碧 凱流 然後老師 這些我剛剛提的 PVP的角色 那聯盟戰的角色當然也是 那一些 只是聯盟戰角色我沒有特別列出來 因為聯盟戰角色就是那些 那就看你說 你要以聯盟戰為優先為重 還是說 以這個 PVP為重 這樣子 那練腳的部分 我要稍微 特別提喔 我稍微特別提一下 就是 第三行這個專武的部分喔 伊莉亞跟智是本月重要喔 因為 10月的話 台版是打 雙子豬 打雙子豬 雙子豬是有兩個目標的 BOSS 就是 這個R10 BOSS一樣的break系統 它有兩個目標 所以說 像這樣有範圍攻擊的 輸出角色算是非常的重要 那伊莉亞跟智的話我會比較建議你 趕快去取得他們的 專武 趕快去取得他們的專武 然後把專武升起來 這個樣子 把專武升起來 把新術升起來 這樣 好 那抽角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這樣子嘛 那我就不特別再多提 就是一個泳裝的貓賊 是這個角色我認為還不錯可以推薦起來的 那專武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羊駝 空花布丁嘛 這個是坦克的部分 然後紡希 算是防禦隊的部分 然後美笑跟美美 其實 我先講 美笑好了 美笑的話呢 他目前是這個範圍攻擊的角色 算是 在台版我覺得意外的很強啊 意外的很強 當初日版沒有 感覺沒有這麼強啊 感覺沒有這麼強 在台版意外的非常的好用 那他的這個小招的攻擊力非常的高啊 那後面這三隻角色為什麼框在一起喔 稍微提一下 那因為深月這隻角色他是屬於範圍物理破防 這角色 他是範圍物理破防的角色 那很理所當然的他必須要搭配範圍物理攻擊 才會有他的意義存在 應該很好理解 應該非常好理解 因為他是範圍破防嘛 所以他搭配範圍攻擊 當然就是最好的 當然就是最好的 而且他搭配怎麼樣的攻擊會最好呢 你很快就可以發動 而且你的傷害 稍微有一點略不足 的時候呢 你就會非常需要深月這一隻角色的幫忙 那我為什麼提到傷害稍微略不足這一點呢 因為你看母伊米 如果說母伊米來說好了 母伊米的傷害是破天荒的高 那他在開天龍霸斷劍之後 他那個橫掃下去你一刀沒死 第二刀也會死 所以呢他就相較來說沒有這麼需要 深月幫他破防 相較來說沒有這麼需要 你與其放深月你不如可以去放一些其他的角色 然後去破坦克啊 或是說去解對方的其他的陣容 因為母伊米他也不是非常快速的會開啟 非常快速的會開啟天龍霸斷劍 他還是要一隊 暖機的時間 所以相較來說他就沒這麼需要深月 那 一般來說深月會搭配說像美美啊 像扇子啊 像智啊 或者說萬聖忍啊 這一種類型的角色 那也可以搭配就是像妹弓啦 不過妹弓那個我在超整個解析講過了 關於妹弓 比較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以目前的版本來說的話 一般來說深月我個人啊 我個人是搭配美美啊 然後扇子或者是這個智 的 還有是萬聖忍 但是 因為你是七月入坑的所以你沒有萬聖忍 那你可以選擇就是美美或者是扇子這個樣子 那扇子算是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跟萬聖忍不太一樣啦 但是你沒有萬聖忍的時候 專武的扇子是可以拿來稍微 頂替一下 稍微頂替一下 這個樣子 好那這是深月的部分 因為他是屬於破防角 所以 你沒有輸出的情況下 他的優先度就沒有這麼高 所以我會覺得 你會要跟美美然後還有扇子一起去拉 一起去拉 然後才可以達到他的 效用 才可以達到他的效用 這個樣子 變成他是破防角嘛 好 好那總之呢 這邊就是比較詳細的 介紹了一下這個帳號 然後回答了一下帳號主人的問題 這樣子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這位朋友 然後幫助到現在在看這部影片的各位 好不好 那有會 我會盡量稍微多提一些觀念啦 因為之前有人提到說 體檢系列的影片選擇像這樣子 比較高練度的帳號 對於新手來說 有一點賽卡的感覺 就是參考的性質並不高 所以我會盡量的去多提到一些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到的這個參考 像是說 PVP哪些角色強啊 或是說聲樂的使用上啊 這些點 然後這個EX2的陣容使用啊 等等等等的 這一些 是比較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去使用到的觀念的部分 我會盡量多提這個部分 好不好 好那 總之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 大家對這款遊戲有更多的理解 那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